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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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选择来做事情了 首先我很明确我来上海的目的和目标 那第二个上海给我的东西就是 它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 然后它也是给我们这种创新的企业 包括创新的人有更好的发挥的机会 然后我特别感谢就是国家对于我们职业的一个认可 以前上海包括以前国家给到我们这些新兴职业 很多的帮助 那现在是我们回馈和回报的时刻 所以无论是疫情啊还是扶贫啊 我觉得我们都是要出在前面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希望就是在后面可以做到一个国货品牌 是让全世界的人看到这个国货品牌的时候会觉得说 哇我们也很想买它 其实我们中国有太多好的特产 值得被大家发现 和值得被大家去传播